好 接下來跟各位談就是 這些水污染的一些危害 以各種污染來發現很多東西 有什麼有金物有紙啊 重金屬啊 很多人排上去就很難搞 還會遭到很多的傷害 船舶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的問題 這些的問題 如果那個魚死翹翹了 其實問題還小一點 重要的是有食物鏈 有東西會累積 剛才提到是重金屬 重金屬等級 我們號稱是職位的最上面對不對 所以最後都死在全身上 就死在我們身上 像我們講那個重金屬 重金屬的特性就是 進到生物體內之後 就很難排出來 所以你把那些含重金屬的沸水 排到大含 浮游生物吸收裡面一點點 小魚吃浮游生物 小魚就多一點 大魚吃小魚 大魚就更多一點 人又吃大魚 窮又吃到一肚子裡去了 窮又吃到一肚子裡去了 日本發生過所謂的水猴病 就是急性董仲裡 有人排放有機董的沸水到大海裡面去 結果能把魚補下來吃下去之後 你開始發發出一些問題 急性水猴病 所以我們是食物業最頂端 所以這種會靠食物業傳遞下來 都會死在我們身上 就會死在我們身上 OK 好 那重金屬問題 剛才講過 重金屬的問題他不是有毒 現在就死翹翹 他問題不在你身體裡面 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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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到一個量你就發病 痛痛病啊什麼蛙溝病就出來 所以OK 有氧化 來 先注意一個字 這個氧什麼氧 營養肥氧 優氧就是 優就是好 氧就是營養 優氧就是非常營養 太營養了 生態不平衡 產生一個豔養分離的過程 叫優氧化 你啊 那個梨山的榮林在種果樹 在施肥 然後雨水下來 就把肥料的溶解流到那個河裡去 然後就流到德基水庫停下來 然後得一種就變得好肥量 好肥 藻類就大量的增生 藻類大量增生 就會傾奪別的生物的生存空間 然後呢 別人就活不下去 然後他會死翹翹 死翹翹的時候會去消耗氧氣 最後氧就會沒有了 整個水體就會缺氧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就要優氧化 所以優氧化的最後結果是水體會缺氧 沒有氧 太營養的結果 所以水質優氧化 太營養的結果 造成最後水體整個缺氧 生態不平衡 死光光死翹翹 就要優氧化 所以呢 這種太肥的 所以考試問你說 我做這件事請問會有什麼後果 你如果讓它肥料太多 它就會造成什麼後果 優氧化 優氧化 OK 然後所以 污染就會破壞生態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講過水地下水 污染就麻煩更大了 所以這樣子 好 然後理論上是海洋是最後的歸宿 海洋很大 所以它有滿強的致敬能力 但是它的智能力也不是無限大 所以如果你心無敲鬼的話 它也會被污染掉 它會污染掉 然後我最後講過 你最會死在人身上 最會死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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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怎麼辦 第一個就是廢水要減量 大概少大家做污水處理場 做污水處理場 好 盡量節約的用水 減少噴灑農料 減適當的施肥 然後的興建公共污水下海道提升接管率 那個我們的下水道有兩種 一種叫做雨水下水道 一種叫做污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是接雨水的 然後把雨水排掉 污水下水道是接髒水的 然後有接管率 我們現在沒有了 前幾年我們校童都有施工 那二次下海道就是這個 接管率 接管率是要拉到你家裡去 接管率是拉到你家裡去 讓你們家的髒水從小管子接到大管子 從大管子送到污水處理場 處理過之後便可以再把它送出去 叫做精管率 臺北市的精管率算不錯的 但扣掉臺北市就不太好 高雄也有在做 其他各縣市目前狀況不冷 不假 所以那這樣可以怎麼辦 就直接給他奔流到海 不復活 就要推到爐火 我們臺北市還OK 然後就這樣 高雄機就是後來把那些工廠 壓到之後牽走 又搬走 所以他們這樣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 要搬走 因為那個豬屎 豬尿的孤蘭性很高 好 反應這樣 然後不要不要害怕 但我們再提到 我們的那個北穗水庫算做得不錯 從一開始就管制 不能過去澆油 烤肉 踏心蓋 遊樂場 所以我們有一個乾乾淨淨的北穗水庫 原水就很乾淨 所以出來的水就比較OK 所以新北市一直想要套過我們的北穗水庫 要共享北穗水庫 那該在新北市啊 突然那個方向 他們叫說要共享北穗水 不要說我們的水 因為我們的水品質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原水就很乾淨 好 不要水會亂丟 OK 要告訴你 我們剛剛講一大堆話 這些東西呢 基本上都會靠著大氣的環流 藉著海洋的運動 會送到世界各地 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在南極的企鵝裡面 發現農藥 TBP 農藥是誰要用的 種菜的人 要撒農藥 南極裡面的種菜要多遠 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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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就不曉得 哪一個人在那邊噴的農藥 竟有怎麼樣習慣大氣循環 水的循環 不拉不拉不拉 就被汽了臉 吃下去 然後最後汽了水庫裡面有農藥 你就曉得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得太美好 你很難想像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 太多大的影響 所以你大家要小心注意 小心防範 然後不要隨便浪藥 可能的話你就會死得很難看 我們講過我們是食物鏈的最上面內的 所有問題就會都死在我們身上 就死在我們身上 就是有關於環境回來的問題 OK嗎 OK 很好